環球疫情繁複令香港人出國旅遊無望 窄到的staycation也應運而生 而且越住越刁鑽 記者發現有遊艇船主就看進了商機 在住宿網站推出了遊艇staycation 在部分住宿平台所見 遊艇staycation的推介貼文都幾多 不少會預先上載遊艇的照片 部分更會附切介紹短片 以兩天一夜的房價為例 價錢就介乎於過千元至數萬元不等 所有遊艇staycation也與酒店staycation一樣 會預先列明入住和退房的時間 艇上的設施和可住的人數 而遊艇大多停跑在香港仔深灣 大魚山魚景灣 屯門黃金海岸以及西貢對出海域 記者以顧客身份聯絡其中一位船主 表明希望在9月連續租住2萬 船主隨即安排了山板接送記者 登上停跑在深灣的遊艇參觀 據記者現場所見 遊艇內籠頗為新井 除了有一間主人房 以及兩間客房之外 還有兩個套廁 同時也設有雪櫃等基本的設施 主教多不多人做啊 很多 天天都會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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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就是8萬元的市價 是有人駕駛出海 還是停在馬頭 不是的 是駕駛出海 因為我們公司試過 看那些客人在哪裏 駕駛在哪裏 夜晚過夜的話 在海還是 在海 都是在海 在蓄電 在一些 有些 攤 地坑堂裏 例如西貢 打倒 不過海市處發言人就指出 根據雙船規例規定 遊樂船隻的船東或者乘租人 只可以使用船隻作為純遊樂用途 在香港水域使用遊艇作為居住用途 即屬違法 最高可被罰款1萬元 執業大律師陸惠雄也警告 租住遊艇和租住陸上無牌賓館不同 租住的人和船東 其實同樣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